卡爾爺爺其實早就死掉了 有網友說 阿柯身上的毛皮 就是迷路小絲媽媽的皮 這個是假的 假的 不要被騙啦 艾莎和樂佩是失散多年的雙胞胎 這怎麼可能啦 Sherry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相信你們在網路上 應該很常看到那些半信半疑的 當然DC的動畫也不例外 因為有很多粉絲 會腦補各種劇情 就是不同動畫間的 關聯性 好啦那我們今天要來Holy Share就是 14個迪士尼的網路謠言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幫我們 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的無理投資產生的分享喔 好第一個謠言就是 很多網友會覺得 艾莎跟泰山是姐弟 因為之前就有人在說 剛好艾莎還有安娜的父母 還有泰山的爸媽 都有遭遇過船難 然後照片的對比 看起來又有那麼一點點相似 重點是 之前在一場訪談中 冰雪提員的導演就有說 艾莎的爸媽出海 是為了要參加婚禮 但是遇到船難之後 飄到一個小島上 然後還剩下一個小寶寶 但是呢 那在導演講完這段話之後呢 所有的粉絲都暴動了 因為這根本就是講泰山啊 但是各位同學請注意 這個很重要的話 三顆星 過了好幾年之後 導演就在網路上澄清說 這一切都是他亂編的 他只是想要看看這個故事 可以變得有多瘋狂而已 所以才會這樣亂講的 所以各位同學 艾莎跟泰山不是姐弟喔 不要再誤會了 好不好 不要再跟我說 泰山是艾莎的弟弟 再來第二個 讓粉絲腦洞大開的就是 艾莎和樂佩是 失散多年的雙胞胎 這怎麼可能啦 這到底是誰傳出來的謠言 之前就有網友說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左撇子 然後也都有神奇的力量 然後加上艾莎的加冕典禮上面 還可以看到樂佩走過來 所以就這樣判定人家是雙胞胎 但其實這一幕只是代表 這兩個故事 是在同一個時間軸上面發生的啦 真的是 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如果他們這樣就算姐妹的話 那我也可以說 我是艾莎姐妹啊 因為我也會母法 沒錯 今天又是陪伴我們已久的乾爹 大家應該已經看到就是 Serve Shock是一間來自立陶宛的公司 他們提供虛擬私人網路服務 也就是所謂的安全翻牆程式 那除了可以改變網域 讓網速變快之外 也可以讓你上網買東西 換地點拿到最便宜的價格 使用Serve Shock 還可以隨意隱藏你的真實IP 防止被有心人士或者是駭客最終 進而保護自己的個資還有隱私 而且呢 還可以看到一般在台灣沒有辦法看的 外國頻道還有影劇 那現在剛好可以搭配 雙11的特別優惠方案 只要購買Serve Shock 使用我們的折扣碼 或者是點以下的網址 就可以享有1.7折超划算的優惠 還免費多送你四個月 最重要的是 每個帳號都沒有限制共用人數 所以超級適合 和朋友還有家人們一起使用 超級划算的 所以有興趣的人 歡迎一起使用Serve Shock囉 會背了嗎? 哈哈我每次都念的那麼辛苦 你們到底會不會背了 好啦 那我們繼續來說下一個迪士尼謠言 說到一部光看開頭 就會落淚的動畫 就非天外奇蹟莫屬了吧 那這部動畫也有一個非常驚人的謠言 就是卡爾爺爺其實早就死掉了 根據粉絲的說法 其實卡爾爺爺在一開始 被工人高知要搬家之後 就孤單的在睡夢中死去了 -告訴你老闆他能吃我們家 -真的嗎? -我們死了 所以之後的動畫都是一種暗喻 像是小羅也不是什麼小小探險家 而是要護送卡爾爺爺去天堂的天使 然後漂浮的房子 也被說是卡爾爺爺離開人間的意思 那天使瀑布也象徵了 他死後進入了天堂喔 真的假的啦 這也太悲傷了吧 -哇這個 genial -但是你不覺得真的有可能是這樣子嗎 -因為如果他真的飛到那個瀑布上面的話 他是要怎麼過生活啊 那旁邊也沒有什麼超市什麼的啊 -是叫uber It嗎 哈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謠言是真的嗎 -你覺得是真的嗎 好 再來第三個謠言就是 美女與野獸的加斯頓 就是殺死班比媽媽的獵人 在小鹿班比裡面 班比的媽媽被獵人殺死 但是呢 在片段中 我們其實看不到開槍的人是誰 所以粉絲們就開始腦補 然後發現在美女與野獸裡面 加斯頓其實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獵人 -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獵人 - 我知道 在酒館裡面還可以看到 牆上掛著獵物的頭 然後在美女與野獸的一開始 還可以看到在樹林裡面喝水的鹿 很多網友都說這隻就是班比的媽媽 你們真的覺得是真的嗎 我覺得是假的欸 因為小鹿班比是發生在美國的東部森林 然後美女與野獸是發生在法國 沒錯吧 對啊 是在哈樓兩個不同的地方欸 是要飄洋過海然後去殺陸修 這麼麻煩 打個獵還要坐船坐那麼久 所以唸 - 媽媽我愛你 - 告訴我 - 請教我 - 所有美好的事物那麼真實 好下一個網路謠言就是 貝兒是珍妮的珍竹母 會的這個謠言 主要是因為在泰山動畫的這個片段 可以看到茶壺還有一堆杯子 然後眼鏡的網友就發現 這其實是美女與野獸裡面的茶壺太太 還有阿琪喔 那除此之外 因為貝兒跟珍妮一樣 頭髮顏色差不多 然後又喜歡看書 還喜歡穿黃色的禮服 重點是 都一樣喜歡野蠻的男人 然後因為美女與野獸跟泰山 發生的時間大概差了一百年左右 所以網友們才會說他們是祖孫關係 你們覺得是真的嗎 這可能要問一下副教授了 因為只有他才知道 他爸是不是一隻野獸 - 喂 - 他們在荒島沒有訊號啦 - 下次再問他們 - 耶 - 移動了 - 妳感覺像是生命的 - 因為那就是他看到你 - 妳怎麼知道 - 因為 - Emily是同樣的 - 她是我的全世界 再來第六個謠言就是 把翠絲丟掉的人 就是安迪的媽媽 - 再說一次 一部動畫總是要有一個悲傷的角色 而在《玩具走動員2》裡面 這個角色就是翠絲了 - 因為他是一個被主人遺棄的玩具 - 抱歉 寶寶 - 妳知道 - 玩具都不長久 那會有網友猜測那個主人是安迪的媽媽 主要是因為翠絲的主人跟安迪媽媽的髮色 - 顏色很接近 而且翠絲的主人戴的帽子 - 也跟安迪的帽子有點類似 - 只差沒有白編而已 - 所以究竟有沒有可能 - 迪士尼把這個秘密藏得很深呢 -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 迪士尼應該要出外傳吧 - 安迪媽媽的兒時回憶 - 和這個媽媽的兒子 - 哈哈哈哈 - 什麼事? - 讓它走 - 啊 - 什麼事? - 讓它走 - 第七個就是跟冰雪奇緣有關的網路謠言了 有網友說阿柯身上的毛皮 就是迷路小絲媽媽的皮 OMG這太可怕了吧 因為有粉絲說在冰天雪莉的地方 讓他自己保暖就要穿著動物的毛皮 所以踩冰人就殺了小絲的媽媽 然後把毛皮送給阿柯之後 再讓他照顧變成孤兒的小絲 然後他們還說小絲會對阿柯這麼忠誠 是因為阿柯身上有媽媽的味道 迪士尼不可能這麼殘忍的吧 快告訴我這不是真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的關係 應該就是像人類養狗的那種感覺 是吧 就是我把你好可愛 我把你帶回家養 然後養到大 然後就會有一種默契在 怎麼可能是因為殺了他媽媽 然後穿著他媽的皮啊 最熟悉的味道最對味 - 熟悉的麥香最對味 賣香在我們業配啊 對啊 而且我也覺得沒什麼根據啊 那個說不定是其他動物的皮 你看那個小絲長大之後 他身上的毛 跟那個阿柯穿的毛皮 也長得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就是 腦補太多了 好下一個謠言就有人說 小木偶的木匠 就是糊塗但長大之後的樣子 有網友說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大大大的紅鼻子 跟橢圓形的眼睛 然後因為個性也都差不多 所以就說他們兩個是同一個人 傻眼你為什麼不說木匠是聖誕老人 他們長得更像好不好 你看那個那個帽子 然後那個鼻子跟那個鬍子 是不是就差那個沒有戴 下面白色鬍子了好不好 你們覺得這兩個角色是同一個人嗎 不是吧 小矮人就是小矮人 他不會再長高了吧 他不是侏儒嗎 而且小木偶原著是義大利的童話故事 然後白雪公主是德國的 然後還有小木偶裡面的皮諾丘 是希望變成人類的小男孩 不是矮人小男孩 所以這樣應該可以合理懷疑 那個木匠就不是那個小矮人了吧 而且小矮人都禿頭欸 怎麼可能是他啊 這個有頭髮的欸 除非那個是假髮 如果他是假髮我就願意相信他 下一個謠言 就是很多網友都在瘋喘的 刀疤吃了木髮沙 之前就有網友在網路上面說 刀疤手上在玩的這個骨頭 其實是在木髮沙摔下去之後 然後刀疤把他吃掉 把頭骨拿來做紀念 那個時候就很多網友傳這支影片給我看 但是我們有查證發現 這個是假的 假的 不要被騙啦 因為光看牙齒就知道他們不是同一支了 有興趣的人記得去看看我們這支影片 判爆迪士尼的秘密 好下一個腦補的謠言就是 利盧的爸媽其實是CIA的特工 大家還記得光頭先生的身份嗎 他是一位社工人員 但是也是前CIA特工 而在網友的腦補中 利盧的爸媽也是光頭先生的前同事 也就是CIA的特工喔 這應該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在利盧爸媽死掉之後 會是由這個人來關注他們兩個的生活 然後網友說可能是利盧爸媽死前 就有拜託光頭先生照顧他們的孩子 所以光頭先生才會口口善善的說 自己是一個社工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更酷的說法 就是在利盧的房間裡面 有一些不像就是他這個年紀會看的書 像是愛和華洲路線圖 還有牡蠣養殖的書啊等等 這些可能都是利盧的父母 為了要進行秘密任務才看的書籍喔 你們覺得他的爸媽真的是死掉了嗎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說不定他們爸媽是在其他銀河系出任務 然後之後也是變成光頭 然後帶墨鏡出現 Hey Lilo I'm Papa 好 下一個謠言就是 有反思說在怪獸電力公司轉型 變成用笑聲來製造能量之後 在這邊上班的小冰冰就一直跑去找小萊莉玩 然後蒐集她的笑聲 所以小萊莉才會在記憶中留下小冰冰的印象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也覺得蠻可愛的 而且小冰冰的形象也很符合 就是毛茸茸的啊 然後也是長得很可愛 可以帶給人家快樂的怪物 是有這麼一點合理 不覺得嗎 就是還蠻合理的啦 帶給人家快樂的一個小怪物 - 帶她去天空給我 - 好嗎 - 帶她去天空給我 - 行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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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弟 再來也是跟怪獸電力公司有關的謠言 就是阿布長大變成勇敢傳說的巫師 我的老天兒啊是假的吧 因為在勇敢傳說 女巫的房間裡面有出現毛怪的圖案 然後又因為她會使用魔法傳送門 跟怪獸電力公司的門也有點關係 所以粉絲們就推測說 阿布從小就開始研究魔法 想要透過門來到另外一個世界 最後就研究成功變成女巫 但如果這個是真的的話 阿布也長太歪了吧 他怎麼可以變老就變成這麼醜 - 呵呵呵呵 阿布小時候多可愛啊 他老了應該也要可愛一點吧 我不相信 如果是真的我也不相信 下一個網路謠言我覺得超荒謬的 既然有人說海洋奇緣的反派 是烏蘇拉的孫子 - 妳看嗎 海洋奇緣跟小美人魚 都是跟海有關的主題 所以自然就會被粉絲拿來做比較 看看他們之間有沒有什麼關係 結果就有粉絲認為 反派塔瑪托跟烏蘇拉都是紫色的 然後塔瑪托跟莫安娜講話的時候 還特別說他吃了他的祖母 - 這是我的祖母 - 這是我的祖母 - 我吃了我的祖母 就因為這樣子就說人家是烏蘇拉的孫子耶 一個是章魚一個是螃蟹耶 怎麼可能啊 好啦 但是連謝老闆女兒都可以是鯨魚了 海底世界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的嗎 好啦 其實那隻鯨魚是養女啦 下一個就是跟小飛俠有關的謠言了 竟然有人說彼得潘是死亡天使 這個謠言是在說夢幻島其實就是象徵來世 所以彼得潘會把死去的孩子帶去夢幻島 然後這些也可以解釋 那群失落的男孩為什麼都不會長大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靈魂 而且小飛俠的作者J.M.Bali 在過世之後把版權給了一間兒童醫院 讓病童讀那些故事 然後也告訴他們死亡並不痛苦 也難怪會有這麼多人覺得這個謠言可能是真的囉 雖然說上面這些謠言都讓人家半信半疑 而且很多都是粉絲自己的猜測 但其實不是真的 這些謠言也讓這些故事多了一點話題還有樂趣 也算是另一類的幫動畫打廣告啦 好不知道今天大家聽到最有趣的是哪一個呢 然後如果你在網路上還有看到什麼特別的謠言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然後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待 掰掰掰掰 耶 怎麼了嗎 兩次怎麼看起來都下線 對超像對不對 我也覺得超像的 我剛剛也覺得超像的 真的 他就擦在眉毛不一樣而已 耶 安迪 而且他是可動式的喔 你看他可以內拔 你看內拔的安迪 然後就來嗨 而且他的腳可以就是這樣動 然後也可以彎腰 然後這樣子 上班好累 做個運動伸個懶腰 而且我覺得很可愛的是 他還有附就是 巴斯光年跟那個胡迪 就他可以這樣抱著 是不是超可愛的 貪心的安迪 一次拿兩個玩具 手跟臉還可以換 我來換換看臉 換成這個好了 你會把他頭拔下來變阿雪 欸我覺得會準備背板的玩具真的很貼心 因為有時候你買一個玩具 看那個廣告的時候 你覺得很漂亮 因為他都是有背景的 但是你自己拿回家之後 你就會發現 欸好空虛什麼都沒有 但這個還有背板 我覺得很棒 哇真的很不會開這種東西 耶 好讓我們看看安迪的分身阿雪 背板是比較深色一點的 Dark 他的手術台 對他的手術台的地方 這看得到嗎 我覺得阿雪的很棒 因為他的格子超多 你們看 安迪也有三顆頭啊 你看他也有三顆頭 他的表情是可以換的 而且重點是 阿雪這隻狗 他的頭也可以換 我覺得超好笑 就是他竟然給他兩顆頭耶 喔 主人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怎麼抓嘛 超噁爛耶 這根根本就是 阿雪做出來的玩具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啊 人頭狗 我是阿雪 好好笑喔 然後 我覺得阿雪的玩具很酷 因為你看他除了有附 巴斯光蓮跟三眼怪之外 他還有附巴斯光年的火箭筒 就是他可以這樣扣在上面 然後虐待巴斯光年 他就可以這樣子拿著巴斯 拿著哈哈哈哈去死吧你 然後就把他丟掉 換狗 你這台車亂換耶 嘿我的阿薛 我是阿薛 我可以劈腿 褲子太緊了劈不下去 真的可以劈腿 他的鞋子也很可愛 然後他裡面還有一個玩具是 就是那個阿薛經典的 他不是有燒那個蝴蝶嗎 他用放大鏡燒蝴蝶 然後他這邊就有一個放大鏡 然後放大鏡這個鏡片拿掉之後 可以改成這個 就是有燒出樣子的感覺 所以他這邊還有一隻手 是可以拿著放大鏡 就這樣子燒蝴蝶 就這樣子燒 啊啊啊啊 這樣子 很可愛耶 我覺得他的玩具蠻多的 就是小東西蠻多的 那我們來看看 仔細看一下 他們兩個是不是長得一模一樣 好啦眼睛不一樣 頭髮也不太一樣 其實都長得不一樣 可是怎麼剛剛看的時候 感覺是同一個人 喳喳 喳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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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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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哇 哇 安迪可以脫褲子 他的褲子這邊是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阿空的 沒有驚喜 一脫下來就有多一隻這個三眼怪 嘿 小朋友不可以偷看 這小朋友不可以看喔 你會覺得這配色很符合他嗎 這給他拿好了 媽媽我要尿尿 就是 阿雞啦 好好笑喔 他還有衣服 他有衣服可以換 難怪他的那個可以脫掉 他的小衣服 我還有發現一個很好笑的就是 安迪有一張臉長得超好笑 他的眼睛 你看他的眼睛 你拉近 拉超近 拉到這 有嗎 你看他的眼睛 是一個在上面一個在正中間 你有發現嗎 有嗎 有沒有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中間 超好笑的耶 但是這個他可以調 為什麼我跟John每次拿到玩具都喜歡脫人家的褲子 我把狐狸塞進他的褲子裡 好好笑喔 耶 那喜歡這些玩具的朋友呢 歡迎去野獸國看看喔 可愛吧 他們是鄰居 但是看起來像兄弟喔 兄弟兄弟 欸 玩具給我玩 欸 我不要 我要尿尿 嘿嘿 我不要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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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被我玩壞掉了 好了結束 我們都會玩的 你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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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笑喔 好笑喔 我對你做得到 好笑喔 好笑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